水到社会发展台湾市人口面对着流失的危机 尤其是青年的人口不到80万人 对处起完参算人策总涵和江彦庭 今天最后联合职会记者会 好南市府应该设计青年救 你要创业的青年 那我们政府市政府来帮您媒合天使投资人 或是帮您找到正确的资金 用最好的方式去踏出事业的第一步 还是说我们用就业 让您找到这个最合适的工作的地方 那青年局它能够发挥的功能还有很多 当然就是我们去调查 这个我们的目标族群就是青年族群 它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才能够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 然后争取补助 然后让台南市的青年 可以让他们在这边安居乐业 赵总涵表示 过去有这处理青年相关问题的青年宿部委员会 这有提出建议的功能 实在这边也是一个企乎 应该要有全业的倘口来处理比较特等 张燕廷指示表示 不管是要将青年努力的故乡 它才是去兵外地青年来台南 青年局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资金的媒合 不管是通路的扩展 甚至是法规的松绑 那青年局在这中间 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可以针对 跨局处的横向性的 针对这些青年族群 所面对的就业 创业 这些问题去做处置 所以我们认为 经过市府多年的努力 包括青年事务委员会 包括青年科 这些努力来 这个实际已经成熟了 我们认为应该可以升级到 青年局这样子的单位 两位参与人之策 可以留在故乡拍拼 想想去外地探紧 希望市府两者生立青年局 解割青年的困境 让台南市变成 年轻人勇敢对望的下市 支持台南好青年 我们要青年局 南天新闻欧毁第一次贏 彩虹报道